水龍頭一轉卻是一滴水也沒有 一旁的鍋子容器倒是已經先行儲水 將就一下 就是為台南鐵路地下化管線改善施工 要停水21小時 原定6月14號要實施 但是因為接連大雨延後到27號上午9點啟動 讓周邊業者開店做生意也受到影響 除了台南市東區 北區 中西區停水21小時 北區部分裡的水壓也降低 影響戶數總共32991戶 停水期間長達21小時 我們這邊是停水 有個地方是檢壓 還好停水消息事先已經廣發通知 店家提量是供不便 不過大熱天做生意 無水可用實在不方便 歡迎新聞成員為林委屈 邱子玲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下集的時候 面開啟小鈴鐺